中國的洪災成為了黨媒美化的對象 他們將長江二號洪峰寫得很萌很可愛 便稱洪水災害不是壞東西 形容內澇宛如仙境 竊喜泄洪能抓胖頭魚發財 不過對於各省受災民眾來說 這些賣蒙喜慶之詞格外刺耳 走到你家門口腰壞 就請你給他一口死了吧 這是被洪水淹沒了家園的安徽民眾的哭喊 可是 在中共黨媒的筆下 洪水卻是可愛的形象 在長江二號洪水即將通過武漢之際 新華網發表一篇賣蒙的洪水文引發眾怒 文中把長江二號洪水擬人化處理 用孩子的口吻說